每5年聘请继工到家中检查家电,以便及时发现家电损坏带来的安全隐忧。 他向《中国报》说,家电故障有多种原因造成,如电线破损、肉电等情况,进而引起意外发生,所以可聘请专业继工到家里进行检查,确保家电能安全使用。 虽然家电所引起的意外发生率低,但国内还是有一些老店铺因电线走火,而引发意外,所以建议消费者和商家聘请继工进行检查。 一般家庭或商家都没有定期检查的习惯。 盐清水说,一般家电都相当耐用,寿命除了虚实个别品牌的品质,也要是个人如何使用相关家电。 热水器意外率低弱洗衣机负担的重量是8公斤,但经常被超重使用到12公斤,也会造成损坏。 洗衣机的寿命都能达到3至5年都数正常,因为保证期通常都有2年,一般使用8,10年都没问题。 它补充,被光液晶电式LED的寿命较难预测,不过一般可使用5年以上,冰箱和冷气机,通常都能使用超过10年,只是冷气机长期使用后,累积很多灰尘及细菌,需要经常清洗。 此外,针对不时都有听闻热水器故障引发意外的事件,严清水说,其实热水器引发的意外发生率非常低,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。 热水器一般都可以耐超过5年。 一般热水器都被有漏电断路器ELCB,若出现故障都会自动跳电。 只是担心漏电断路器故障后,消费者没有发现,进而引发意外。 他说,由于消费者使用热水器时会与水接触,恐会触电,所以会比较危险,消费者可自行检查漏电断路器,按下测试键确保有关功能如常运作。 没依据标准安装才危险大马家电商总会前会长王连发指出,没有最危险的。 家电,只有安装工人没有依据英国标准安装家电,才会造成危险事故。 他说,若依据有关标准安装家电,确实比普通安装费来得稍贵,但顾客往往考虑价格,没顾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。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他以较常发生意外事故的热水器为例, 除了热水器内建的漏电断路器,也需额外安装一个漏电断路器, 且热水器连接的必须是备有4毫米电线的插头,而非普通插头。 很多商家为了赚钱,会在安装事宜上误导消费者,告知消费者错误的讯息。 王连发建议,消费者应每三个月检查热水器的漏电断路器,同时也不要在双手潮湿时,使用其他家电。 请继续往下阅读他以后,请继续往下阅读他以后, 请继续往下阅读他以后,请继续往下阅读他以后,